欢迎收看小高全红蝉这段时间活动不断 不只出席了很多大型活动 还接了很多商务合作 日前在广东中海线下参加自然堂活动时 全红蝉还罕见化妆 对比之前素面朝天的模样 不少网友都认为 这个妆反而把全红蝉化丑了 频频出席活动 也让全红蝉和娱乐圈的明星打得火热 此前全红蝉曾公开表示喜欢黄子涛 但在参加大湾区音乐晚会后 却晒出了和成龙 曾顺兮 张义 黄晓明等人的合影 并挨个艾特 全红蝉还专门发了一条微博给王俊凯庆生 和娱乐圈的明星互动十分频繁 感觉像是半个娱乐圈的人 不过要说全红蝉变化最大之处 网友认为是他的身形 有网友发现这一个月来 全红蝉明显胖了很多 小脸更是圆了一大圈 知情人更是透露全红蝉这一个月胖了十斤 一位网友晒出全红蝉八月份的照片 当时他下巴又兼用 下颌线更是分外明显 但到了九月份 全红蝉的小脸明显圆润起来了 网友也毫不客气地吐槽 全红蝉胖成这样了 十月开始减肥了 对此 其他网友也表示 确实可以明显感受到全红蝉胖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 全红蝉休息的时候可以放肆一点 质疑爆料者对全红蝉过于苛刻了 不过爆料者似乎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坚称全红蝉就是胖了 说起来 全红蝉这段时间确实远润了不少 网友扒出他之前参赛的照片 对比如今的状态 不只是圆润了一些 似乎连气质都不一样了 在比赛的舞台 全红蝉浑身上下 散发着王者之气 开如今的他 更像是一位可爱的林家小女孩 有网友认为 全红蝉之所以变胖 是因为太不自律了 这段时间 他多次被拍到偷吃零食 甚至在高途的直播间 疯狂吃零食 毫不顾忌自己的形象 再看陈玉希却能保持得住 网友也认为 全红蝉应该和陈玉希学习 全红蝉本人在直播间也透露 自己偷偷吃叉烧肉 被陈若霖发现了 陈若霖还问了他体重 被全红蝉以致力没有称回避了 有网友认为 全红蝉实在太不自律了 这段时间过于松懈 如果再不加强训练 很有可能会被新人取代 近日全国跳水锦标赛上 13岁的李瑞希在线水花消失术 拿下了全国冠军 赛后接受采访时 李瑞希表示 她的目标是进入国家队 向全红蝉陈玉希看齐